好来看到海军敦目远航训练支队启动今年国内环岛航训 第二站12、13号是来到花莲港 包含了磐石敌化成功三艘的军舰 都靠港开放参观 那么磐石军舰上设置许多的各展区 介绍台湾的国防自主、台湾军美等文宣 12号也邀请了军官校学生古浩乐队 陆站的乐仪队等等带来精彩的表演 吸引了民众和学生驻足观赏 海军官校古浩乐队的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 海军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直当今年国内环岛航训 第二站12、13日来到花莲港 12日欢迎仪式 由司令部中将政战主任刘庆斌 县长徐正卫致辞揭开序幕 并致正卫问津 除了开放盘石敌化成功三艘军舰 靠港开放民众登舰参观 还有花莲乐仪队 陆站乐仪队等带来精彩表演 藉由此次的训练 培养未来海军的基层干部 并拒此机会验证 提升舰队整体的远洋作战能力 今年远训支队即将访问各邦交国家 同时利用靠国港口整理的机会 实施友好访问 以其达到宣扬国威宣卫侨胞的目的 海军很荣幸 能借由本次的欢迎仪式 及围棋两天的营区开放参观 参与这个活动 展现国军建军备战的成果 增进与民众接触及良性的互动 使大家能感受到我们海军 坚强的战力及无比的热情 尤其是在花莲 我们有空军 有陆军 有海军 都镇守在太平洋的左岸 也更显示 台湾在太平洋岛链是何等重要的 平时地位 以及国际地位 在现在的两岸的关系 以及世界对于台湾的地缘政治 都相当相当的担心 以及忧虑 我相信养兵千亿共在于时 尤其是大家受到国家的照顾 以及对于我们军人的使命 在这里 中卫除了代表花莲仙 乡亲来感谢大家的用心 以及竞争之心 再次感谢大家 在进来海军官校之前 就曾听闻东牧远航这项优良传统 并且经过四年官校的洗礼 我们也能 我们也终于参与了 此次登牧远航的训练 也希望能在这次训练的过程中 展现给身在花莲的朋友及家人们 一个经过官校训练 蜕变成长的自己 也预祝此次远航顺利成功 学生是学志工系的 然后我们大三有抽军种 然后学生会想学海军 是因为学生告二 唐哥也是政战学院 然后他是抽到海军 也是有上来敦目远航支队 所以学生也想上来敦目远航支队 做磨练 然后训练 以及观看各个邦角果 海军舰队指挥部指出 今年共进那边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 几成功军舰三艘舰艇 靠泊港口开放民众参观 海军顿目远航训练任务 主要在让海军官校 政战管理及理工学院等 应届毕业学生 借远航训练机会 将在校四年所学理论 与舰艇食物经验相结合 为日后担任海军军官 奠定良好基础 也让民间了解海军海上战力 享受一场难忘的国防饗宴 记者蒋邦彦 华林氏报导